《生命法语》 修持清静概率的目的 是在教后祖父的烦恼 如初 这是修持清静概率的标准 也是幸福安乐的根本 人如果能够吃更多的苦 就能够在到很丰盛的故事 感性酒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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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苦就餐殉量又一樣 它不可以讓我們生中 也是生就讓我們幸福快樂的造園 一旦你生為一個人生的食物 你竟付出比的人 便拥有真正的信念 你中的生為一個更平靜更快樂的人 便拥有真正的信念 我最愛之中愛之分 什麽愛之分呢 就是發生的愛之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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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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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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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 无法控制心 由此无法用三顶 心理学的方法 保护心的时候 过去愤怒 它流在的湿气 家庭面对 让人偷摇的外在环境 就是愤怒又再生气 人生的目标 不在意伤害他人 人是在帮助他人 输人的人生 竟然有益处 愤怒痛苦 保佑祖鼻家庭肥 为他人冲着 经过大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的目标 一个人 若无稳定的心 由此无健康的心态 结束 不愤怒又生意包围 也无法滴到快乐 平静到安雄 不愤怒又生意包围 生为一个受惹者 必须细细关照 并且控制好资金的心 应该努力 冰毒所有的湿气 精神 发展吃面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意社会的基本 需要以利他、资美、为基礎的这人感 因为利他是幸福快乐基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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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觉得加入 Под赏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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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вроде fashioned 幸福快乐 必须对对心注定 没人可以护意我们快乐 你心灵的集中安生 是快乐的根本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法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通过中正观察 发现世间的无缘缘 有时 设定我心 买出离生死轮回 就是在发出离心 无生气处理心的人 只求金星的安乐 这就是大生的 人天福 美修丢 伊修行 来解决 世间的无缘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棄處理心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功課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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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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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墨学是在台北荣云市 在107年接任了荣云市之后 那因为荣云市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是在过去玄顿老和尚 那玄顿老和尚 在他的年代是跟白圣长老一起 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 那玄顿老和尚 本来在民国56年 就有心要重建荣云市 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 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 那墨学明来在接任荣云市之后 也真的看到荣云市 我们的身中年纪都很大 那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很老旧 那为了能够重建呢 就配合政府的维老都根 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 大家的帮忙之下 我们已经取得了 围绕都根的重建计划 也取得了建造 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 物价波动 那经费非常的庞大 那在此透过网路电视台 来向各位法师 来向各位信众联友 来请求大家来扶持荣云市 来赞助荣云市的重建 荣云市的重建 将来是在台北市 一个都会区的道场 希望透过十方信众 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 让荣云市的重建 能够早日的完成 因为现在在法规上 取得了建造 我们荣云市呢 必须在三十一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要必须完成 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 这对我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在此呢 要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 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说明 来向各位朱山长老 法师来报告 也来祈求大家 来帮忙我们荣云市 让荣云市的重建 早日完成 让我们的身众 让我们的信众 都能够在荣云市 好好地用功办到 再次墨学 再次地来恳请十方信众 还有我们朱山长老 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加持 来给我们 这个在经费上 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确实在这段时间 要给它很大 因为中间 荣云市已经拆除了 但现在要重建 也势必要完成 但是开始经费 很缺乏 希望各位信众 跟我们赌三天 让我们赞节日 完成荣云市的中间 在此再次感谢 各位法师傅 各位联理的佛区 感谢各位 祝大家 花里充满 祝你祝福 竹笋刚长出来时 如果要挖掘 应当要小心 因为春天时候 土中到处都有虫 如果要迁移花卉 也应当要注意 生命电视 一个完全公益 免费的 佛教卫星频道